欢迎收看管剑新闻 我是管中翔 在这个礼拜非常受到台湾的瞩目 在世界各国也非常受到关注的一则新闻 大概就是香港的反送中游行 这个游行其实超过了100万人 同时也延续了好多天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香港展现出非常强大的 这种意志力以及这个行动力 这个是不管是在这个人民的部分 或者是在香港的警察 其实也展现出非常强大的 这个所谓的意志力跟行动力 那在6月12号这一天 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大的激烈的冲突 不只是这个群众 是为了群众被这个驱离 被这个暴力以待 连记者呢 其实也受到这个所谓的攻击 那当然我们知道警察 他可能站在他维持这个秩序的立场 或许会对群众施暴 但我会觉得 得要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则 甚至有些的施暴是不应该的 那但是呢 其实更糟糕的是 如果是对记者的施暴 其实呢 我觉得只是展现出执政者或是警察的一种心虚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讲超剧港剧所说的话 就是出来混的就是要缓的 你既然敢去这个所谓的执行你的勤务 或是用暴力对待人民 当然你就应该要接受检验 而不应该去驱离 或者甚至是攻击记者 因为记者本来就是在记录你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要对香港警察 不管是打人民或是打记者这件事情呢 其实要提出非常严正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抗议 觉得这确是一个非常不应该做的事情 好那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香港各界 包括不同的团体也开始展现出一些人民的力量 前两天在公库的这个一篇文章当中 是香港的独立的摄影记者 摄影工作者的叫萧云的这位朋友 他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看在他提到的是在 有一位在香港的这个警察食堂 就是所谓的警察总部食堂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呢 他其实愤了辞职 这辞职也赔了大概一个月的薪资 他为什么会辞职呢 因为他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 在这里工作 然后养你们这些警察 然后去打人民 他觉得再这样子做 其实是一个帮凶 所以他不愿意去为邪恶服务 那所以他就决定 离开了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呢 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很大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所谓的日常 影响到他的各式各样的生活 但是我们常在讲所谓的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厨师 是拒绝当成为这个平庸之恶的一部分 好 我们先来看一则新闻 也是跟香港送中 反送中运动是有关的 我们看完之后呢 再来跟大家做相关的这个讨论 卢伟聪说明 12号上午8点 当群众冲进龙河道 下雀道时就已经违法 警方同仁一路包容忍让 直到下午3点多 群众冲击多处警方防线 立法会防线同仁生命受危险时 才展开震报驱散 使用装备也跟国际标准相同 呼吁市民不要为表达意见 就遂行暴力 警方有22人受伤 事后还会进行全面检讨 13号的上午 一度传出香港立法会 要重启逃犯条例修正草案二度程序 上百名示威者聚集到政府总部附近的中信桥 高喊撤回法案跟警方对质 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 张超雄等人到场 确定当天不会赴会 气氛才见缓和 经过12号傍晚到深夜的震报清场 立法会与政府总部周边人潮 大致退散到外围 但还有数百人不走 满地的水平雨伞都是群众抗争 躲避催泪弹的痕迹 13号上午 立法会所在的地铁金钟站仍然关闭 许多上班族通勤受阻 下午2点15分 港铁宣布金钟站重开 三线列车都会不停靠 四位行动对香港肯定会有一定影响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有影响的行动都做不出来的时候 政府更加无动于衷 很清晰 这些已经不是和平集会 而是公言有组织 这样发动暴动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12号把当天的警民冲突事件定调为暴动 必谈武力执法争议 他当天稍早接受香港电视台专访时举例 如果自己面对儿子吵闹耍赖 只会迁就 短时间内母子关系会很好 但对孩子的未来没帮助 说到激动处 雨带哽咽 说自己不会卖港 香港局势发展也引发国际高度关切 美国总统川普说 这是他见过最大的示威行动 他了解香港人示威的理由 希望也相信香港人能跟中国妥善解决问题 香港前殖民宗主国英国 首相美意表示 香港的引渡条例 必须遵守1997年 众英联合声明 对香港人权力与自由的保障 德国政府则表示 如果香港这波修法通过 将考虑废止两地现行的引渡条例 记者施惠中报道 在这样的一个影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群众的激愤 或者是看到这个事件的发展 坦白说 我看到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因为公库的朋友或是很多的朋友 常常都会笑称戏称我是香港人 因为说实在我从小就看港剧长大 像看香港电影 看香港的听香港的音乐 看香港的电视剧长大 在台湾很多人可能跟我都有类似的经验 我之前刚刚初次去香港的时候 我就帮自己安排这个古惑仔之旅 例如说会去庙街 去黄大仙庙 或者是去中环 甚至会去南亚岛等等的地方 就是要去回忆回顾 抓到那个过去去看香港电影电视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最近这几年 我也大概去了香港十几二十次 大部分都是学术交流 或者是去做研究 当然有时候去玩 去逛逛他们的唱片行 但是以我这么很喜欢香港的人 看到香港发生的这一种情况 除了自己会感觉到很难过之外 其实对于是不是要再去香港 恐怕很多人跟我一样都会重做考虑 我要说一个威权的地方 一个极权的地方 其实常常就是在拒绝他的访客 拒绝他的好朋友的地方 因为我们常在讲所谓修文德以来之 就是当你越是开放 越是自由 越是民主 越是友善 你当然就会有很多人愿意跟你接近 可是当你越封闭 越狭隘 越充满了恐惧 这些人都不愿意去跟你接近 不只是这些所谓 我们这种所谓游客 访客 不愿意进入之外 那其实还有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有更多的香港人 他其实是逐渐的离开了 这个他们自己长久居住的这个家乡 我在几个礼拜之前听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 大概六十几岁的香港人跟我提到 他说 他有一个好朋友 大概年纪跟他差不多 然后呢 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然后平常也都不太关心政治 也不太心关心 不太关心这些时事 那有一天他突然间说 我明天请你吃饭 所以他们就相约去吃饭 在这个吃饭的饭局当中 这一位朋友告诉我的朋友说 我明天就要移民到台湾了 那我的朋友当然就觉得非常非常惊讶 因为从来也没有听到 他提过要移民这件事情 要移民到台湾这件事情 怎么会突然间跟他说要移民台湾呢 后来他的朋友跟他讲说 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待下去 所以他必须要离开 我觉得移民这件事情 竟然要搞的这种 所谓的偷偷摸摸的 我其实不知道 那个心理的恐惧到底是有多大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 香港的朋友 其实对于自己所生长的地方 其实是 我一定是一种百般不舍 或者是非常非常难过 可是为了自由 为了能够让这个地方 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 能够免于这种恐惧 他选择了这个离开 这其实是一个政府 应该要好好检讨的 因为当你的人民在离开 当你的访客不愿意进入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 非常封闭狭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越压迫人民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时候 人是越来越离开 对你这些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那当然 也这一阵子也让我想到 前一阵子访问林荣基先生 其实他也提到说 在香港 其实我记得我们有个对话 就是我说在这个四五月份的时候 其实有一次的这个反送中游行 大概有13万人参加 我说这其实是在雨伞运动之后呢 这个是不是一种所谓的止跌回升 让有更多的人 香港人愿意站出来 那当然相比于这个2003年 50万人反 在七一游行的时候 那个50万的人潮 13万人其实是少了很多 不过又对比于所谓的 雨伞运动之后的 香港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 这样的人潮 其实又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数字 可是林荣基先生回答我说 其他的37万人到哪里去了呢 他对于香港的未来 似乎有一些期待 但是并不是那么的有信心 我不晓得 现在的103万人出来之后 能不能够让 所谓的让林荣基先生 他可以更有信心一点 不过对我来讲 我其实都一直是很有信心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我自己在香港的 最近这几年的观察 我会发现香港的社会运动 当然从05年06年 这个所谓的天心码头 皇后码头的保卫战 然后到了这个立东街的保留 或者是后来的这个 新界东北的蔡元春的 这个事件 或者是反东北的拨款 那甚至包括反国教运动 雨伞运动 这里头 这一连串的这些社会运动 你会看到这个 因为议题的关系 因为事件发酵的关系 你会看到这个所谓的香港的 这个人数好像是起起伏伏 关注的人数好像 或多或少 但是在我自己的观察里面 我觉得一个很感动的地方就是 这些运动 这些社会运动 虽然不管它人多或人少 可是我自己的观察 它是越来越扎实 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懂得 什么样的方法 因为在逆境当中 它会慢慢发展出自己一套 对应这些所谓的极权 政府的这一些方式 那而且越来越多的香港人 愿意坐在一起去讨论自己的未来 它不像过去的 我们所认为的香港人 好像是对政治是冷漠的 那特别是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散兵 或是很多的香港人 他开始投入政治的工作 投入例如说区域员的选举 那其实也有一些不错的成绩 那更让人家感动的是 有很多的社运团庭 他开始扎根于社区 开始去做一些所谓的社区的工作 那真正的去接近土地跟传统的 这种所谓的泛民式的精英 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朱凯迪议员在上次的立法会选举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全香港最高票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除了这种对于所谓的中国的讨厌 对于所谓的建制派的讨厌 或是对某种的泛民的讨厌之外 其实朱凯迪这种所谓的扎根式的经营 其实是更让人民是愿意去支持 而且它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力量 所以这其实是我自己对香港 这近几年的观察一个 觉得香港其实 哇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可为 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我更相信一件事情 越压迫的地方 政府越压迫 人民是越有力量的 所以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 它的确展现出它的这种所谓的力量 那至于未来会怎么发展 我觉得恐怕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力量 就可以去香港当地力量就可以去解决的 包括这个所谓的国际的关系 包括中国跟香港政府的关系 包括海外深渊资源的关系 可是一个更根本的原因 如果香港自己不展现出力量 这些刚刚谈到那些所谓的可能的解决因素 恐怕能够失利能够协助能够影响的 都会非常非常有限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一个新闻 其实跟柯P有关 就是谈到的是台北摄子岛的这个开发案 《工投在下来者的基本 2018年》 一时明天 在如果本应ff 城邓永远在 由氧漾来主要专流 通惨 od 还想答应到台北市政府疑问外面 应该是反对训练 影响的 确认差 你雖然說關懷我們共建五十年的社群党 要跟我們開玩 我也很高興 我只顧了 我帶回去 你家出大樓 給我我也帶回去 台灣有儲不無儲 沒有貸款必要有貸款 為了保護十八台區 賣還做水災 社群党為民國五十九年開始 為了做地獎區和這個開發 市民國民地獎領力 辦理iVoting 我已經開發做新台社群党 不過在兩年作業民眾發言 是要以庫端頂修辦理 國際的選項中 用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向頂修 做公共建設 百分之四十做專案主替用地 不過街口百分之二十公設 村內才會分配給民眾 有人算下來 要帶去專案主替 就要給貸款一千萬作業 這個貸款我們實在是貸款無法承擔 這個先建好的房子 我們是用成本價賣給我們的住戶 其實跟市價都還有相當的差距 那當然你不可能是免費 如果你實在買不起 我們可以提供承諸 東華教會營 全主替已經是賣新本價 那是五百平衡公司 就要來民眾有共識 不需要開發 市府玩意專頂保留 不過街口氣都要維持經驗 民眾不可以收成房屋 民眾批評市府阿爸 在市府頂上後專用指揮 要去議員 當給市府開發的進行一項 記者送我報道 奢侈島的這個其實進見 也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其實我記得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一直是過去這幾年 柯P好像非常非常在意的一個項目 不過我們看到這則新聞裡面 我們會發現 過去非常強調透明的政治 這種所謂的公民參與的 這些所謂的一個科市府 或台北市政府 似乎在這件事情上面 對於民意的理解 或者是對於所謂的民意 的這種所謂的尊重 好像是並不是那麼的恰當 那這其實另外反映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雖然在這些所謂的拆遷 會有一些補償 可是這些補償 其實對於原本居住 在這些地方的人 引要他們因為這些拆遷 再去買一個新房子 對他們來講 可能更是一個更大的 這種所謂的負擔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願意留在這邊 或是希望留在這邊 或者是能夠讓這個拆遷的 這種條件可以做得更好 當然更多的這種公共討論 也是更重要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這一則新聞 也是跟古蹟是有關的 四處看著看起來 兩組多做一片 裡面的圖騰就有留下婚者 現場經常叫到紅索山 以及派播轉的跨秀 台中心說臨時盡材 雖然沒有有更的拆遷 當地去面表時 才好就拆到大型機海峽音 當地去面表時 才好當地被拆遷 晚上文化無文化 其實是將所有權人的保存 醫院列為這個文資審議 有沒有機會留下來的一個考量範圍 文化部文資局 它這邊的中央 它有沒有辦法去 協助地方的這些遭遇到困難的情況 它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掌握 文書講做這件事 政府比所有財產的空間空調的 共同的事件也太過萬 日本法部文資局經濟為作時 暫定勾結 文化部表時 文資局以文資法 將這個案件作時暫定勾結 文化議法在六個月以來 要求台中市政府進行文資審議 不過現況 這樣讓人家完全派起 也要出租進一步溝通保留的可能性 記者 台中總會報道 呃 說實在的 我其實有點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評論這件事情 因為這種所謂的古蹟自然 或者是這個住戶自拆的這一些新聞 其實每個一陣子就經常發生 那其實它頻率似乎是越來越高 我記得大概兩三禮拜之前 我們也講過同樣的一件事情 這當然會涉及到這個所謂的住戶的所有權 跟文化保存 可是我覺得每次看到官員 既然都已經發生這麼多次了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官員都是表示遺憾 表示非常這種可能甚至是不滿 可是在法規你不去解決 這些所謂的使用 擁有權本身的一個權益 你不去做保障 這之間的調和該怎麼做 恐怕是我們的這個政府 必須要花一點心力的地方 那我也覺得我們的文化部部長 雖然在整個文化產業上面 其實花了很多的心力 也成立了這些相關的機構 可是對於所謂的在地文化的保存 這些所謂的古老建築 這些歷史記憶的保存 恐怕得要再花一點力氣 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關鍵新聞 報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